继华航空服员罢工之后 台电工会也因为不满电业法修法 没有与员工沟通 明天将拜会经济部要求给个说法 否则打算要发动三万人上街 对此经济部长李世光 今天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赶紧温情喊话 强调明天会和工会沟通 毕竟台电只要停电一秒 冲击就会比华航罢工还要严重 这个华航罢工两天三天这样的结构 如果电是停电一秒钟 它的冲击就比那大很多了 继华航员工罢工成功之后 其他国营事业工会也开始约约欲试 像是台电工会不满经济部要修电业法 却没跟员工协商扬言抗议或罢工 经济部长李世光也连忙温情喊话 30日将和台电工会代表会面 做进一步沟通 整个电业法的这个结构 我们在做的是整体的情境模拟 那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大家想想看 我们电业法上次是60年前 那中间修了很多次都没有通过 所以整个情境模拟必须弄清楚之后 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解释 这一种这个修法 不可能不跟工会沟通而往前走 除了罢工议题 周休二日修法 到底是要依照官方版本的一例一修 还是劳方要求的两天都是例假日 也是各界关注焦点 你们昨天有没有去跟七大工商团体沟通 有 当企业界大佬们接不接受 同不同意正院版的 也就是加班费 1加1.33前两小时 第三小时开始 1加1.66就变成2.66 所以他们当然没有举双手 立刻赞成说新的法规是这样子的 可是他们保留着一个意见要求 整个行政院在这部分继续往前推 至于新政府力推五大创新产业 其中的生计医疗业也面临困境 目前我们的生计制药的这些药厂 他们碰到最困难的 你举一点就好不好 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 从接连的劳工一提到国内新创产业困境 这些都攸关国内产业发展 以及劳资双方权益 都是期待经济部处理的重大课题 右电TVS米陈岳威台北报道